大女兒,接下來是甚麼節日? 中秋節 中秋節要吃甚麼? 月餅 月餅?不如來這間做月餅吧 好啊 Hello,Stephanie 知不知道快到中秋了 中秋的時候我們會吃月餅來慶祝 我們今天會做這款芝麻薯冰皮月餅 我們現在開始製作 這個冰皮月餅是非常適合親子製作的 因為它不需要入焗爐 冰皮相對來說就安全很多 就很適合小朋友製作的 哇,看看可以成團了 那些玻璃就沒有了 很香啊 很香到是嗎? 對,有很香的芝麻味在裡面 做完芝麻冰皮之後 我們就會做這個綠豆餡芝麻餡 這個濃濃的芝麻醬拌在餡上 它就會有很豐富的芝麻味 還有它綠豆餡的質地 製作控陪最開心就是可以享受它製作的過程 出力捏它 有點鬆的 對呀,因為是冰皮月餅的方法 捏這個步驟 對小朋友來說 手指仔的訓練也是非常之好 盡量不要份量多了 否則你包的時候就會比較艱難 真的很冷很冷 大約20g一粒 那麻薯為何會有煙韌的口感呢 其實它主要的材料是糯米粉 搓完麻薯餡之後 我們就會搓冰皮的 對,壓扁它 還有手指筒 把這個洞出來 包入這個煙韌韌的麥薯 對呀,它有點乾身的 正常的 裡面的餡料要夠實淨 先印月餅才會漂亮的 好了,要省粉吧 因為它很黏手的 真的要省粉 來,沒有什麼省粉 省一省,可以嗎 壓扁它,然後反轉它 這個是不是我的 對呀,就包住它 對呀,然後我們又插一插完它 這樣在它面上 然後就反轉它 我們要再溫柔一點對它 對呀,然後姊姊這樣 對呀,越搓越高,越搓越高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要方便入到我們這個月餅模 你自己出去吧 就拍拍旁邊 對呀,等粉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然後呢,就將這個 就反轉進去 對呀 把這些多的東西推進去 好了,我們現在就要反轉它 我幫你附著下面,你就吸進去 我們本身有兩隻 插了兩份皮出來的 這裡是要厚身那邊 這樣印出來的花紋 才不會看到黑色芝麻餡在裡面 好像迷宮 對呀,這個很漂亮 媽媽,我今天做的 這個絲麻麻薯冰皮月餅 是送給你的 不過你也要留下一點給我送 好啦好啦,多謝你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 divide呀 然後 就是 再 去